最近我看了一部叫做《假面骑士亚继托》的特色剧 准确说目前还在看 所以如果你赶在弹幕剧透 那就别怪我不做人了 在看《假面骑士》以前 我对这个系列的影响是 一,它们长得都一样 二,为什么要用昆虫当主角 这就离谱 三,是经常去死神小学生里客串的那位吗 不过看了几年以后 我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比如 耶,我终于可以分清楚亚继托和吉尔斯了 你,你是哪位 呦,这小怪的造型还挺开放的呀 我的品味果然更喜欢假面 奥特曼不适合我 我看到亚继托的铁拳砸在神的脸上的那一幕 我靠,燃爆了 看到我热血沸腾 当下决定就要买一个亚继托的真骨调 给自己助助信 于是我打开某海鲜市场 搜索 亚继托 真骨调 然后 诶,你 啊 呃,告辞 穷人不配玩真骨调 我还是看看拼装好了 拼装 亚继托 诶,居然还真的有 还挺新的啊 这个价格还说什么 下单 拿到手以后啊 我就当下破防了 原来拼装是真的要拼啊 小时候的我就很讨厌需要拼的玩具 比如四驱车 还有各类的意志寂寞 不过看在这个说明书写的还算清楚的份上啊 我就硬着头皮拼一下好了 OK,亲爱的朋友们啊 经过了我一晚上的奋战啊 终于把这个拼好了 我捡了半天水口特别多啊 对于这种水口呢 有什么好的处理的方式啊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啊 可以分享给我 组装过程呢 还是非常有意思啊 看着这个玩具一点点足起来 确实是和那种成品玩具相比啊 有另外的一种这个味道 我觉得在外形上呢 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啊 包括这些分色啊 这个身体的体态啊之类的 不过这个上手的重量啊 各方面呢 确实也是没有办法跟这个成品玩具比啊 我以前听过一种说法 说这种拼装的玩具啊 会上瘾 买了一个呢 就想再拼第二个 就像生意诚啊 那种组装过程 算是比较简单的了 在刚入坑的时候啊 对我让人觉得 特别想再继续拼一个的那种感觉 不过对于我这种手擦来说呢 我觉得拼的过程还是有点长啊 拼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觉得有点不耐烦了 还不结束啊 就这种感觉 其他方面需要说的啊 就是给了两个的替换手型 另外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替换假面啊 怎么说呢 应该是他发大招的时候 或者是能力提升式的一个状态 我作为一个假面的还没有入门的观众啊 不太了解啊 希望大家见谅 然后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支架 作为一个也是拼起来的东西啊 还挺好的 最后呢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 就大家看啊 我组完以后呢 在两个B拓的板件上呢 还有一些没有用到的地方 然后我翻面图纸也没找到 我是在什么地方落掉他的 是备用吗 希望你知道的朋友啊 可以作为下来解答 我还想特别说的一点 就是主要是这个贴纸的问题啊 一开始呢 我没仔细看图纸啊 直接就往上贴了 然后后来我看了图纸才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是需要先用水浸泡 两三秒钟啊 然后再贴就会比较好一点 嗯 好了 这个第一次的拼装体验呢 还算是不错啊 之后呢 如果我还遇到感兴趣的这个呢 也会买回来做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OK 这一期的淘宝鸡香的分享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